印度北方邦今天凌晨发生了夺命车祸 一辆卡车撞上了停在路边的巴士 由于有大量的巴士乘客睡在巴士附近 造成了至少18个人死亡 24个人受伤 出事的双层巴士严重超载 本来载着150名工人回乡 结果半途故障 需要等到天亮才能维修 所以车上的人只好就下车 在巴士周围的马路上来休息和睡觉 而有的也在不远处吃点东西 而突然卡车就撞上了巴士 照获的卡车司机已经逃离现场 印度每年有超过11万人 在公路事故当中惨死 主要是鲁莽驾驶 道路状况恶劣 以及交通工具过于惨救